你敢相信吗 一只犀牛居然堂而皇之地站在马路上 造成了交通大拥堵 成了名副其实的拦路虎 而过往的汽车都是非常礼貌地 让犀牛先行不敢插队 以免引起犀牛的误会 此时可以清晰地看见在犀牛的身后 十几辆车已经乖乖地停留在原地 看来大家都害怕犀牛那温柔的小脾气 那简直就是毫无道理毫无章法可言的 所以根本不敢从他的身边穿行而过 司机们本以为犀牛会自行离开 可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 犀牛挡住了他们的必经之路 直接在马路上晒起了太阳 而且看起来一时半会儿犀牛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这可把司机们愁坏了 可这还不算完 第三头体型更加庞大的犀牛出现了 完全无视交通规则 也加入到了这个在马路上晒日光浴的队伍之中 这可让后面满载乘客的大巴车忍不了了 仗着自己的体型比较大 本想开到犀牛的跟前 希望这样可以把他们给吓跑 奈何前面两头犀牛根本不为所动 而大犀牛则回头直勾勾地看着他 大有一言不合就让大巴车常常被顶撞的滋味 甚至还走回到了马路中央 仅仅这么一个动作 就吓得大巴车急忙后退 好在大犀牛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不过有这三头犀牛在这里拦路 看来谁也不能从这条路过去 这让司机们感到有些无奈 他们的车辆向前也不是向后也不是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就在此时 一阵急促的鸣笛声响起 原来是一辆本地车驶入镜头 副驾驶的人还在不断地拍打车门 试图通过噪音来吓退犀牛 以为犀牛看在自己是本地人的份上 会给他们一个面子 然而犀牛并没有妥协 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小编不得不佩服这位司机大哥的胆量 他也不怕激怒犀牛 然后给他的爱车顶一个大窟窿 话说这犀牛的耐心还真是让人另眼相看 在这条路上站了数小时 毫不为所动对人类的存在感知甚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被这些犀牛堵在路上的车主们 却感到十分无奈 忍一时越想越起 退一步只有重新再忍 但总有一些刺头想要挑战犀牛的忍耐度 这是一辆面包车司机终于忍不住冲了出来 可他上一秒还自由自在 下一秒就差点被吓得灵魂不在 行驶未办就中道而止 然后开始后退 果然犀牛的霸气不是小面包能战胜的 面包车只能老老实实地退了回去 就这样三个犀牛当起了路霸 蓝停了几十辆车 还和这些老司机拼起了耐心 但一些有急事的司机实在受不了 只好调转车头另寻他路 而此时堵车的队伍已经看不到尽头 就这样过了三个多小时 三头犀牛才慢慢地从公路上撤了下来 司机们也如释重负 趁机发动汽车开溜 不过其中一头犀牛对堵路这件事 似乎还意犹未尽的样子又差点冲了出来 好在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最终心满意足的三头犀牛钻进了丛林深处